那个医生说如果还不到三个月的话就去挂腹壳 过了三个月就挂那个产科 我就说还不到两个月的不到 那肯定是挂腹壳不 我就给他挂了一个腹壳 然后跟他上楼去做检查嘛 他给你去又在下面就挂了一下 不可能改成那个产科呢 镜头前 这个正对妻子怀孕日期起疑的男人 名叫杨广涵 今年35岁 是杨姓家族里的老大 一直以来 家里人都为了他的人生大事发愁 直至半年前 他惊人介绍 认识了柳星 两个人一见钟情 熟识半年后便结了婚 而十四天之后 柳星羞涩地告诉他 自己有了身孕 这可把他乐坏了 他高高兴兴地奔走相告 但不料第二天 柳星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回了娘家 之后便踪迹全无 大红的喜字 温馨的婚房 婚纱罩上 家人笑夜如花 然而现在久未有人居住 房间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杨广涵不解 妻子的突然离去 试图从所有的一切 寻找蛛丝马迹 两人确认怀孕以后 杨广涵便陪着妻子前去产检 但在产检过程中 柳星多次找借口 试图支开他 最后的产检结果 也只是自己一个人知晓 甚至产检完以后 便以家后面的移动基站 有辐射会影响腹中胎儿为由 搬回了娘家休养 眼看妻子如此怪异的行踪 杨广涵心中起疑 重新返回医院 调取了产检的报告 日期与姓名全都核对无误 根据报告单显示 柳星的妊娠已经超过了12周 她与柳星结婚不过两个月 而这上面显示已足三个月 杨广涵深觉受辱 随即打电话 对柳星进行了质问 柳星很是恼怒 一口咬定 孩子就是她的 随即发来一条短信 声称 随意质疑的不信任 让她名声扫地 家中父母谋休 现在她不愿意留下孩子 要将孩子打掉 发外这条短信以后 便挽起了失踪 杨家人便寻不得 又去派出所报了警 结果这一查找 又找到了一个 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 原来在柳星的名下 早已经有一个六岁的小孩 而正在调查过程中的时候 也有人看到柳星 曾经经常 频繁出入一家宾馆 杨广涵火速前往 当她拿着妻子的身份证号 输入系统以后 出来的数据 让她惊呆了 从2011年开始 再到两个人相识 结婚 甚至是柳星 扬言打掉孩子以后 她一直多次 在这个宾馆开房 而这间宾馆 就在她上班地方的斜对面 综合妻子的行踪 以及诡异的举动 杨广还上门 想要讨要说法 但敲门许久 连系岳父岳母 也依旧毫无回应 邻居看她着急的模样 好心地告知 这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至此 杨家人才发觉 这似乎就是柳星 设下骗钱骗婚的大圈套 为了找到柳星 杨家人动用了关系 终于在一个偏僻的 亲戚家找到了她 隔着一道窗户 杨家人大声斥责 让其开门 婆婆更是冲在最前面 眼看动静越闹越大 柳星害怕地打开了门 但哪料一进门 杨广涵就上前 气愤地将她推倒在地 杨家亲戚更是冲上前 与她推嗓扭倒在一起 杨家人气急败坏 指责柳星骗钱骗婚 但柳星不依不饶 气焰嚣张 场面顿时混作一团 混乱之中 柳星的手被碎玻璃割伤 为了避免冲突再升级 工作人员将柳星 与杨广涵的几名亲属 拉到了一旁 看着柳星小腹平坦 背过身不发一言的模样 柳家妹妹出声质疑 柳星有什么资格打掉孩子 她到底有没有心 原来杨家母亲生患癌症多年 去年已经明确确诊 即便休养再好 寿命也活不过一年 与其面对无底洞的医药费 还不如节省撒来这笔钱 当做彩礼 给儿子娶个媳妇 于是在结婚之前 柳星要了彩礼18万8 杨家人便也大大方方的给了 婚礼也是办得风风光光的 但哪料柳星收了彩礼钱 转身就回了娘家 还将肚中的孩子打掉 这里做一点 那里做一点 把他们偷起这个钱 我们一家人 全部的亲戚都用了 用了现在这个婚礼上面 她说怀孕啊 我婆婆从头瞎像 面对妹妹的空口指责 柳星突然爆发 声称 这一切错误的源头 要找杨广涵 她一言不合 就是暴力倾向 即便是在她怀孕初期 任何事情不顺应她心 便挥拳相向 此话一出 便遭到杨家人的大声反对 眼见此妆 她不愿意再沟通 转身就要离开 但这一举动 立马激怒了杨家人 杨家人死死拉住柳星 害怕她再次跑掉 眼见杨家人气势汹汹的模样 柳家人也赶了过去 双方掐架在一起 互不相让 小小的房间门口 乱作了异团 最终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双方铁掉亲戚 杨广涵与柳星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再得知杨家人私底下对自己进行调查 柳星还是恼怒 但她还是对杨广涵所谓的证据进行了解释 她声称那家宾馆的开房记录是自己用身份证在那家宾馆办了会员卡 但现在卡掉了 是别人捡了自己的卡去开房才留下的记录 而对于孩子 本来就是杨广涵的 B超单上的时期都是包括了预产期的 天数不准 但实际上是未满三个月的 她之所以打掉孩子 也是因为杨广涵打了她 既然她受伤难过 那两个人都不要好过 听闻她的气话 杨广涵更是直接翻出了旧账 那她名下六岁的孩子又该作何解释呢 柳馨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孩子死活不承认 于是为了证实到底有没有孩子 两个人直接去到了寄生服务所对质 根据工作人员长达两个小时的对比发现 柳馨名下其实没有任何小孩 杨广涵查到的孩子 只是在一代身份证号码 升级成二代的时候 采集有些漏洞 这才酿成了今天的乌龙 眼见误会消除 杨家人也消了气 他们觉得彩礼也给了 婚也结了 而且母亲现在又重病 只要柳馨愿意回来 杨家人还是能不计前嫌的 再度跟她好好过日子 对于上次的大打出手 杨广涵承认错误 希望柳馨能够原谅自己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并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有动手的行为 杨广涵态度诚恳 最终柳馨放下了戒地 重新接纳了杨广涵 但她也提出 这一次杨家人的所作所为 让她害怕 他们小两口必须搬出大家庭 独立居住 杨广涵考虑到母亲病重 随时能照顾 承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租住一间小屋 这样既能有二人世界 又能方便照顾母亲 其实一段感情 相互信任才是长久之道 两个人在承诺爱人之前 应该是相互信任 可以依赖 能够交心的朋友 是有了什么事情 都可以值得去商量和探讨的人 而如果夫妻之间 失去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变得不能交心 相互防备 充满了各种秘密 那这样的婚姻也必定会走向灭亡